從空派市郊俯瞰台中山景 招牌的摩天輪甚至是台中港海景 盡收眼底 OLED商場盛大開幕 每天都湧入近萬名的遊客 为了支撑庞大的用电量 绿能业者看准台中港遮蔽屋小的优势 分别在停车棚顶铺上了11000片 屋顶4000片的太阳能板 总面积约2.5公顷 业者预估一年的发电量能够到达4.6千瓦 相当于617万度电 能提供2000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应该是台湾第一个 是百货公司在盖之前 就已经跟太阳能规划在一起的案子 号称亚洲最大商场地面型的太阳能发电 一年能减少3300公顿的碳排放 就好比是30座的大安森林公园 绿能意识抬头 拥有省电法宝的还有力保奥类 从除冰草里捞出的透明冰块 这小小的碎冰就是省电的关键 利用离风时段的冷气电力制冰 等到尖风时段再把这些冰拿来降温 节省冷气启动的耗电 省下电费大概一年我们有一成 那其实对我们整个营运来讲 是非常划算的 游客玩水玩得开心 殊不知这些水也内藏玄机 业者砸了几亿元来添购水循环设备 标榜一滴水能重复利用两次以上 台中空污问题严重 商场业者在环保节能上各自拼场 绿能措施不仅降低碳排放 最重要的是还能减少水电成本 记者连家庆王一超张志凯台中报导